利用那個所謂的制定函數把它產生 記得這個環境將來打開之後有沒有 如果你不小心把它關掉 因為剛剛有同學又不然關掉 沒關係你就記得檢視裡面的專案總管 然後如果要開那個程式一定放模組裡面 模組裡面有個module 1對不對 你把它點兩下 程式就看到了 就大概這樣子 所以以後程式基本上都是放在module 1裡面 但是還有一種情況以後你程式越寫越多 可能不只一個module 可能你按滑入右鍵又可以再插入第二個 那這邊就有個module 2 可能你可以分開不同的module 不過目前還沒那麼多 所以你不要沒事一直按很多module 因為之前好像同學因為好像沒有特別注意 就一直按右鍵插入module 就一堆module 然後最後也搞不清楚自己的程式放哪裡 所以目前就module 1 所以如果假設你多餘的按右鍵 可以把它移除掉 然後問你要不要匯出否就可以了 所以module 2、module 3 這個其實就可以把它移掉 那就留下module 1就可以了 那當然如果你要關的話 這邊有個小叉叉 可以把它關掉 那如果你要開的話 直接點兩下 它要把它打開了 那之後的程式呢 一律都寫在module 1裡面就ok了 那如果是function開頭的 它就是一個制定函數 那可是喔 如果我希望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不要是function 而是剛剛講的sub的話 那應該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目標是希望怎麼樣 希望呢 把這個綜合練習旁邊加兩個按鈕 按下它自動幫我完成 按下它自動幫我清除 所以會需要兩個按鈕 ok喔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啦 我乾脆喔 把這個綜合練習 剛剛不是有個瓜糊3對不對 乾脆把它名稱改一下 點兩下 這邊把它改成叫函數好了 因為這樣比較可以清楚知道說 這個是練習函數 或者叫function也可以啦 然後再來 把這個再複製一個好了 拖拉加Ctrl鍵 那這個的話呢 也許把它改成叫sub ok 因為我需要把它改成就是按鈕 所以以後 只要是類似按鈕按下去 自動幫你填滿的話 那我們就把它改成叫sub 那BBA基本上就是這兩種模式 那用的比較多還是sub啦 反正sub執行完 感覺好像相對比較直覺 就不用去考慮說 你的函數在哪邊 然後你要怎麼執行 按下去就可以了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呢 我們先把舊資料先刪掉 這個sub 所以請你一樣 游標放在14 Ctrl shift向下 Delete好了 ok一樣 刪掉 那待會我希望呢 幫我產生兩個按鈕 放在空白 目前是不存在的 那我希望呢 一個按鈕叫手機好了 按下它 自動幫我填滿剛剛所有的 這些規則 產生的手機號碼 有沒有 就是不用做任何事 按個按鈕就可以 另外一個按鈕叫清除 按下它之後把資料清空 那目前因為我們還沒寫喔 我只是示意想像 那以前的話 叫你要完成這件事 那真的很困難 可是因為有缺RGBT啦 所以很簡單 只是說你要把問題告訴他 他也能夠聽得懂 那怎麼聽得懂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就可以直接拿上個禮拜那個問題 因為我們不是寫了一個什麼呢 寫了一個函數叫什麼 請幫我撰寫 也是有公式 有沒有 然後我好像用 有做了兩個版本嘛 一個是有提示 一定要用REPT 另外一個是沒有提示 可是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要改成什麼 改成SARB的話 應該怎麼改 其實很簡單 你就把上個禮拜這一串 這個問題 直接複製 複製之後呢 就把它貼到下方好了 或者是 因為這個 或者是你 這個地方貼上之後 然後呢 把這個問題稍微修改 改哪裡 請幫我 來撰寫有沒有 這個地方 Excel公式改成那個什麼 改成VBA的SARB程式就好了 因為我要的並不是公式 我要的是VBA的SARB 所以很簡單 公式改成VBA 所以 這個好了 SARB SARB的話是SUB 程式 就把那個 需求有沒有 所以我的習慣是 開頭一定是我的需求 最大的需求就是 我要什麼東西啦 OK 然後面才是細節部分 那你要用什麼呢 我後面不要用這兩個好了 這個所以delete的掉 也不用 那我的需求是說呢 請你幫我串接什麼 所以你可以 當然我的習慣是這樣 一樣可以把 xapt這個畫面縮小 然後移動到 Excel的上方 去跟它描述 因為有時候你看不到 所以你這樣子 我要什麼 用 請你幫我做什麼事呢 這底下就是 串接09 加上F4的11 這個11值得你看到 就是你這邊看到11 然後呢 後面的話 其實這個前面都講過了 然後 其實都一樣 例如 好 那最後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因為呢 之前我們如果用 什麼公式 或者function的話 是因為我游標已經放在14 可是Sup沒有 Sup你可能要跟他講一下 你可能最後要補一句 就是你將來要輸出到哪裡 把結果輸出 輸出到14儲存格 所以最後的話 跟他再補一句 就是說呢 請幫我把結果 輸出到 這邊 這個補一下 補那個什麼 輸出 結果 到哪裡呢 到那個 那個儲存格 OK 這個儲存格的位置 給他一下 這個儲存格就是這個14 那當然比較完整是打什麼 14儲存格 不過有時候 我發現偷來沒關係 你打個14 他應該就知道14儲存格 OK 好 已經這樣子打完之後 實際上 他這個問題的結構 其實跟之前是一樣的 我只是把它什麼 把Excel的公式 改成叫VBA的Sup程式 好像還有一個地方 因為Sup輸出的位置 我們沒有指定 不像那個 我們插入函數 已經放14了 所以你變成Sup的話 記得要跟他講 你要輸出到哪裡 我們要輸出到14 好 執行一下 這樣應該就OK了 他就會幫你把 那你讓他看一下 他會先敘述一下你的需求 你可以使用以下的VBA 那個Sup程式有沒有 來完成串接的操作 並將結果輸出到 他這邊叫單元格 我們這邊叫初春格 OK 不過不影響 14 看起來他的敘述 應該是明白我的意思 底下就是他寫出來 程式應該也不會錯 我們來試一下 有耶 通通寫出來了 好 那寫出來之後的話 你說這個結果要放哪裡 一樣嘛 複製對不對 不過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他的開頭一定是Sup 那尾巴的話 一定要EndSup 所以跟剛剛的Function 不太一樣的地方說 開頭跟結尾不一樣 OK 那怎麼用他呢 複製一下 接下來的話 請你把程式貼哪裡 就貼在EndFunction的下方就可以 Ctrl V貼上 應該會吧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貼上Sup 那後面的名稱就這一個 不過 他這個地方很聰明耶 他直接幫我改成中文名稱了 他應該 可能我剛剛已經改中文 他是偷聽到 OK 那底下至於寫了什麼 其實暫時你可能看不懂 沒關係啦 不過其實他就是幫你做這些事情 資料的轉移嘛 有沒有 他就取得什麼 Range F4指的是 把F4儲存格先存在這個變數裡面 這個放在這裡 前面都是變數名稱 然後再做什麼呢 做一些格式化 最後輸出到這個儲存格裡面 所以其實就是把東西串一串 然後最後丟到裡面去 OK 那你說老師那怎麼執行他 其實執行很簡單 就是直接怎麼樣 把程式貼過來之後 那如果你要執行Sup跟執行Function 完全不一樣 請特別特別想 剛剛執行Function是插入函數對不對 可是記得如果你是Sup的話 千萬記得你的執行位置不要搞混了 你的執行位置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這邊上面是不是有個 有點類似像那個播放有沒有 Play 其實這個就執行 那執行方法很簡單 只要你把游標放在Sup跟End Sub中間 任何一個位置 游標一定放這裡 再按下上方的執行 他就會幫你把這一段程式執行的結果顯示出來 那我還是建議 請你浮動在上面 因為我要看到 他有沒有真的幫我把正確的手機號碼 放在14這個儲存格裡面 好來看一下 哇關鍵時刻了 所以移到這邊來 然後呢 游標放在這個中間任何一個地方 按上方的執行 看一下結果 對還是不對 有沒有看到 這個執行完之後 這邊有沒有14 有嘛對不對 OK 那恭喜你 表示呢 你已經成功的 輸出了第一個正確的公式了 OK 但是你說是不對啊 目前好像只有輸出一個 那我可以輸出全部啊 14到最下面 14到最下面的話 我一般習慣是 游標放在D4 按Ctrl向下 Ctrl向下 它會移到這個範圍的最下面 它是103嘛 所以理論上輸出應該是輸出14到103 所以問題來了 可是它只有幫我輸出到哪裡 輸出到這裡耶 那你說老師 那我們之前不是快點兩下 跟各位講喔 這個目前因為它輸出的是資料 它不是公式 所以你現在快點兩下 會得到什麼 還一樣 對 它不是一樣 它會加1 有沒有 它底下幫你007變008 008變009 你說不對啊 這個明明就是錯了 所以記得喔 跟剛剛不一樣 不是快點兩下 而是怎麼樣 你要跟它講說 你這個公式只有輸出一個 所以你可以在下面補一個敘述 就是目前只有輸出到14對不對 那你不用重新再把問題再講一遍 你可以跟它講說 將輸出結果 有沒有 將結果 有沒有 有沒有 改為 輸出 到 有沒有 剛剛是14嘛 14到 1 剛剛記得是103嘛 所以1 103 這樣就可以了 將結果 將結果 改為 輸出到 14到 1 103 後面其實你不打 那個什麼 儲存格沒關係 我記得好像這樣應該就可以了 不用講得太複雜 因為我之前 很認真的把每個字都打打一串 我發現好像都不用 你打簡單一點 它看得懂 OK 我發現其實俏一畢真的滿聰明的 我甚至 懷疑說它比我還聰明 我覺得好像我沒有它聰明 這樣OK的我看一下 應該可以懂我的敘述吧 你不用寫太多 而且你也不一定要很自私 不一定要模仿像老師一樣這樣 你可以用你的習慣 因為它是自然語言 所以你可以很自然的跟它表達 但是你要知道儲存格哪裡到哪裡 你不能漫無目的的給它 這樣我看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不是已經 把那個程式先產生對不對 然後底下呢 再補一下 OK 再補這個 將結果改為輸出到14到103 OK 執行看看 這樣看一下 不過它會先跟你講說它看不看得懂 然後它這裡底下會先敘述一下 要將結果輸出到範圍14到103 OK 然後並將每一行對應的數據 從 其實這個後面呢 表示說它應該懂了 其實理論上我們應該要 要在問題裡面也敘述一下 可是我覺得它應該沒那麼笨 所以我就沒講 不過未來也有可能一種情況 說它真的不懂 那你怎麼辦呢 沒關係你再補一下給它 它就會知道你要幹嘛了 OK 我看起來應該都對 F4到F100 所以喔 數據來源是F4到F103 GH 那應該沒錯 所以你會發現它就很聰明的 幫你再把程式補了一個復回圈 不過啦 以前喔 如果說真的 你不會 不會CHARGBT 以前真的是要 我就真的教同學要寫F4回圈 OK 有沒有 我們最早沒有CHARGBT 我們是自己要寫 但是因為 它已經可以幫你寫了啦 所以暫時這麼難的事情 還是先交給它好了 但是你說 老師我是不是就不用再學了 我是覺得你還是 慢慢的漸進的 至少你不會像以前那麼痛苦 可是我覺得 你還是有機會的話 還是最好能夠把程式看懂 接下來的話 我們把這一段程式把它複製一下 它的名稱叫什麼 叫SUB 串接手機號碼 而且它多一個叫批量 對岸用語叫批量 我們這邊叫批次 不過其實道理一樣 好 把這個程式再複製一下 反正記得 將來如果它產生的SUB 如果名稱跟你原來這個名稱一樣的話 那你一定要改一下 你不能有一模一樣的SUB名稱 然後把這個程式貼到這邊看看 貼上 貼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看結果OK 剛剛這個把它Ctrl-SUB向下 Ctrl-SUB向下 先把它刪掉 因為我們這清楚還沒寫 所以等一下要自己寫個清楚 好 然後呢 讓它執行看看 這個叫批量的 執行方法一樣 油標放這邊 然後呢 把它按執行看看 它有沒有辦法幫我把這個範圍 14到1的103 全部做出公式串接 看一下 OK 哇 結果應該沒讓我失望 真的可以 有沒有 其實你沒做什麼 其實只是很自然的敘述你的需求 它就自動幫你把程式寫出來了 OK 好 所以這一段是可以WALK的 名稱叫什麼 叫串接手機號 可是你說老師 我不想要叫這麼複雜的名稱 那我叫什麼 叫手機 手機號 手機好了 OK 如果你要改可以啦 叫手機 OK 好 這樣執行一下 它應該也會 不過你可能要手動先清掉它 把它delete掉 然後再讓它輸出 輸出一次喔 輸出 OK 沒問題 所以記得 名稱是可以修改的 它如果原來的名稱 不叫做手機 你是可以改成你要的名稱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那我這一段程式碼 是我透過我的QRGP產生 那可能你們產生的 會跟我的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沒有關係 結果一樣就可以了 所以 請各位先試試看喔 把這個SUB部分 先完成 那我剛剛的問題非常簡單 第一個 我是直接拿前面的問題貼過來 只有改這個地方 本來是 請幫我撰寫 Excel公式嘛 改成 幫我撰寫 VBA的SUB程式 那因為SUB呢 它最後輸出的地方 你要告訴它 所以我補了一個 將輸出結果 輸出結果到哪個儲存格 我要補一下 如果沒有補這個 它可能會隨便給你輸出一個地方 你說老師為什麼前面公式不用 因為我們郵標在輸入公式已經先放在那邊了 OK 所以SUB跟那個FUNCTION 最大的差別是 你輸入的時候公式已經郵標放 所以不用特別講 那底下我又補充兩句嘛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 把它改成一個範圍 將結果輸出到14 將結果輸出到14 好像多了一個到 這樣有點不太順 將結果改為輸出 其實這個到不用啦 這個到可能多餘 其實也可以改 旁邊有個筆嘛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 輸出14到1100以上也可以 這類的像這樣 把它傳 一樣它會幫你把程式寫出來 請各位試一下 那當然我需要另外一個功能 請你幫我清除 這個範圍14到1103的話 你可以跟他 請他幫你寫 請幫我撰寫 一個SUB程式 然後可以怎麼樣 清除14到1103 可不可以 它會產生 那你把它貼過來就OK了 那請各位試一下